大陸于南普洱8号发生震源11公里的 规模5.9地震 瞬间天摇地动 民众连东西都来不及拿 西家带卷飞奔逃出 还有人走在路上差一点 就要被吊下来的瓦片砸中 而这个小朋友处境更是惊险 只要躲到柜子后面的动作 晚了一秒钟 恐怕就要被吊下来的天花板给砸到了 就在地震发生后三分钟 再次发生规模4.1的余震 不止书店和超市里的物品三楼一地 地震损害更再次扩大 民众反应有超过20亿间房屋受损 部分墙壁出现严重裂缝和缺口 把当地民众全吓坏了 人都到馆船上了 地震发生后当地医院也进行了紧急疏散 医护人员只能客难用手 帮病患掉点滴 根据当地政府表示 此次地震属于极浅层地震 震感强烈 连昆明 大理和西雙反纳的民众 都感到震动 目前当地疏散了近5000人 有超过2.4万人受灾 26人受到轻伤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记者唐全报导